如果让你们在寒冷的冬天 而且还是在冰冷的湖水之中狩猎 你们会有勇气去吗 让我们看看这次大熊是怎么做到的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想死你们了 我是阿信 是一名户外运动和探险爱好者 在这里为你们分享最真实 最精彩刺激的猎人故事 希望能给现在生活压力之大的伙伴们 带来轻松和快乐 喜欢视频的小可爱们 一定要点赞贺关注一下 点赞加关注下次不迷路 废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探险 今天的天气还是格外的好 大熊和小白两个人跑到超市买些必要的东西 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 他们也戴上了口罩 小伙伴们注意看看 他们戴的口罩可是我们中国产的 比亚迪的口罩 这些企业真的很了不起 人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 很荣幸我是一名雅迪的车主 这二流子大熊就觉得要买点山核桃不不能 又买了一些暖手的东西和枪支弹药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的时候 他们就来到了野外的小湖 几个大老爷们在野外湖边看日出 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这里经常会有野生的野鸭在这里活动 这种野鸭可不是我们家里养的那种 他们飞行速度最高能达到110公里 而且非常机灵 警惕性很高 抓他们也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很高 二流子大熊刚娶了媳妇 正是需要大补的时候 现在湖面上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大熊和小白在一旁的茅草屋躲着 再擦拭自己的武器了来扶 由于天气太冷 脚下也搞了电热器 正当俩人聊得激情满满的时候 湖面上飞过来了几只绿头鸭 大熊的来扶枪响了起来 几只鸭子扑腾扑腾的倒在了湖面上 要我说大熊这枪法真的可以 这鸭子飞得这么高 都能一枪给它撂下来 神枪手果然名不虚传 大熊你是真卑鄙 连一只鸭子都要调戏 这只鸭子肯定在想 要杀药寡随你便 调戏我你算什么本事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 这种野鸭又名绿头鸭 在我们国家算是保护动物吗 有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共同学习下 这俩二流子不想让野鸭记住他们的面貌 竟然在脸上装扮了起来 那种脸上装 那种脸上装 你会用你的手指 自恋的大熊觉得自己还很帅 接下来就是最难受的时刻 打到了鸭子就要去捡回来 这么冷的天气 还是在冰冷的湖水中 大熊开始了破冰行动 又在模仿鸭子的声音来勾引它们 可是偏偏有野鸭上当 大熊怎么会放过它们 一枪给撅了下来 你说你也想要来跟其他哥哥哥哥哥哥 Это Gaming疙ي Fahrer All right I got it boys Oh I suck My feet are killing this heist 天上又飞来一只黑黑的东西 大熊看来是上野了 一枪把他射了下来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他决定带回去尝尝味道如何 今天看来收获也不错 那么多绿头鸭也能卖不少钱了 自己还能留点给大补一顿 回到家里 大熊把它们处理好 准备要做成肉干吃 再根据说明书放些调料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 鸭肉干做好了 看起来和牛肉干很像 看着他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不行 我也要去买点粥黑鸭去啃啃 吃不到他们的 我也要过过嘴瘾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记得要长按点赞推荐 或者分享收藏支持一下小老弟 我在这里祝各位工作顺利 生活开心 万事皆你所愿 点赞加关注 下次不迷路 下期视频会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